各位进入Beep Blue Button之后呢 按下Try Now 就可以在这边进行注册的动作 你可以使用Twitter Google 或是Office 365做账号的研解 也可以单纯的使用信箱的方式 来做注册的动作 进入个人首页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组会议室 这个网址是固定的 类似Room或者是Sysco WebEx 里面的个人会议室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固定网址做一些会议室的设定 包括你可以帮他产生一组密码 第二个 你可以让用户在进入的时候都静音 第三个 为了避免别人乱入 你也可以设定主持人批准之后才可以进入 这样就修改完成了 除了固定式的主会议室以外 你也可以透过创建会议室的方式 自动产生会议室的专属网址 产生代码再加上这样 按下开始就可以进入到会议室里面了 进入会议室以后你可以先设定要如何加入声音跟视讯画面 接着呢 他预设已经帮我们建立了一个简报档案 在左手边呢 也会看到这个会议的专属网址 进入会议室的时候呢 如果你看到的是英文的界面 没有关系 可以到右上角的设定 来把它改成繁体中文 从这个地方的设定 就可以将语系 改成台湾的繁体中文 这个时候选单 你可以发现就都变成中文了 那么一进来之后呢 预设会有一个简报档案在这边 你可以把它收起来 在下面这里呢 可以设定你的声音 跟Webcam的画面 还有共享的桌面 或是应用程式 而右下角这里呢 就可以重新把刚才的简报找回来 另外在左手边这边 也可以看到参加会议的连结 现在我们来看看使用者怎么加入 输入刚才的会议防止之后 在这边打上要显示的名称 就可以按下加入 这个时候呢 要等待会议主持人允许 在主持人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位使用者 正在等待中 我们可以从上面这边 直接允许所有的人进来 或是个别的接受 这样就看到这位同学了 我们来看看白板功能的使用 那预设的话呢 它有一个简报 那你可以挑到第二页 就是完全空白的白板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 来找到我们需要的工具 进行讲解说明 那么如果想要跟与会的同学 一起互动的话 可以在右手边这里 开启多用户的一个白板 在萤幕上会显示出 这是哪一个同学的画笔 如果我们在这边 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 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这样就可以达到 白板互动的功能 要举手的话呢 在Beat Blue Button里面 还可以选择个个人的状态 包括举手 鼓掌 当你按下去之后呢 在所有人的用户端 他也会看到 每个同学的状态 接着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共享萤幕 从下面这个地方 就可以选择 你要分享整个萤幕 还是某一个应用程式 以这个国家教育广播电台 来说 分享之后呢 所有的同学画面 就会自动同步 这样当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他们就会跟着一起改变 Beat Blue Button 还有很特殊的 就是可以直接分享外部的影片 打上影片的网址 这个时候 所有与会的人 就可以同步 看到这样的影片画面 如果要停止共享影片时 就从原来的地方 按下停止分享外部影片 再来就是 如果想要让同学 也能够分享到的画面 就可以将他设为主持人 这样就有相同的功能了 如果想对与会的同学做一些控制 可以从用户的这个齿轮 例如把他们做静音 做点名 就是做储存用户名称的部分 他也有分组的功能 我们一样在这个地方 就建立分组的会议室 先选择 会议室的数量 以及讨论的时间 接着 就可以把同学 用拖曳的方式 丢到不同的会议室 当然 如果你勾选这个地方 就可以自己选择 要加入哪一个会议室 而主持人这边 可以从分组讨论会议室里面 看到哪一个分组 没有哪些人 还有剩余的时间 甚至可以强迫 直接结束所有分组的会议 再来就是他也有投票的一个工具 所以当我们要进行投票 不论是否 对错 还是简单的几个选择题的时候 你可以像这样去选择 例如对或错 按下去之后 所有的使用者都会有出现 投票选项的画面 投完票之后 在主持人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谁投票完 以及投票的统计结果 我会见到 下集中 下集中 感谢观看